您正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 接下来请收看澳门万象 澳门万象由华发股份独家特约播出 澳门一间大型赌场 从去年11月起进行一项宣传推广活动 赌客以博彩金额获赠相应数目的换领券 而每张换领券就可以换取五张抽奖券 中奖金额最高可达百万 有人便在这换领券上做起了文章 在1月5日早上的时间 有三名人士大约相够半个钟头 持有1564张换领券 就去到有关的赌场进行换领 但是由于职员就发现到 这个数目众多 还有觉得情况有可疑 经过调查证实到 这些1500多张换领券 全部都是换领券 对比着真假换领券 伪造技术可谓粗裂 色泽清晰度均不难发现区别 不过嫌犯还是不止一次得手 骗取获奖金额近万元 可这假的终究真不了 涉案四人将被警方以诈骗 伪造文件以及有组织犯罪 移送检察院处理 至于已经流向赌场的假券 司警表示 目前仍需进一步后续追踪调查 欢迎今晚光临澳门万丈的嘉宾 澳门时事评论员苏文恩老师 欢迎秀老师 您好 继续关心相关话题 其实看回类似案件 在过往的节目当中 都是时候出现 还有这个手法是多众多样 层出不狂 不过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 为了钱 无可否认 所有赌钱也好 或者这些所谓的诈骗案 全部都是一个字 贪 出发者是用了贪念 所以就用了不同的手法 但是不要忘记 虽然你是有不同的手法 但是因为你本身出发店 这个贪念的时候 对方要征破 其实都是从你贪念的角度出发 如果我们说 好像刚才的案件 千几章 很容易立刻想到 哇 这么多的 已经让别人细心一点看 就立刻知道 其实回来就是 对方用个贪念字 亦可以征破了你的贪念 还有任何一间赌场 你进去都会看到 有无数支的Camp 其实他的安保措施 是滴水不漏的 不过仍然在近几年 很多和赌场相关的案件当中 发觉其实骗徒或赌徒 其实有时他用这些骗的方法 都是可以得逞的 不过最终当然 这个是上山多中与虎 肯定会是无所遁形的 来到被人发觉你的犯罪手法 但是其实赌场这方面的戒备心理 还有其实警惕性也是需要不断提升才行 这个无可否认 我们看到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和认识 在赌场 其实差不多每个角落 用那些录音机是可以拍到的 看到 还有我们也知道 有不同的介绍给我们也明白到 那些Camp 不是就这样拍的 那么简单的 是可以一路将来zoomzoom 一路拉过来 我们看过 但那个已经不是一个很先进的 可以这么说 人家更加厉害 他一路zoom过来 手上的毛管都可以看到 正如他所说 你说你想在那里出签等等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在这些保安底下 当然有些人可能一次两次成功 但是问题在 因为你的成功 你的贪念还在 你一定会再次 就像你所说 上了山多的忠誉苦 正正因为你的贪念 就变成了你作案的人 成为你被拘捕的原因 任何的犯罪 其实很多时候跟钱有关 或者间接的关系 当然 除了这些骗徒之外 也有些沉迷赌博的赌徒 甚至是病态赌徒 想追回之前输的钱 于是乎自己手上无本 就去借大耳窿 俗称大耳窿 其实就是高利泰的钱 当然如果还不到钱 最终肯定是非法禁锢 最近这些案件也都会破获再终的 众务桌上一叠叠的现金 最小的面额都是500块 筹码有的一个就是上万元 再悄悄这四名 带着头套的内地疑犯 现在倒是老实了 不过之前曾是赌场的活跃分子 一副凶神扼杀的模样 一名赌客远旦在赌场输光了钱 在那里结识了暗中的一半 没想到钱是没赚到 却引来一场噩梦 被害人由于他再次输了自己的款项 所以再向性关的研发 再借责20万的港币作为赌款 在今次对方就没有收到他利息 但是需要赌博的过程 是帮他进行对马 赚出回用的 但是被害人很快 都是输了他有关的款项 事主连续五次向疑犯 且高利贷总共60万元 全部输光光 眼见这个窟窿是越来越大 事主无力偿还 遭到疑犯禁锢在新口岸 某酒店当中 并声称遭到了殴打 目前这四名疑犯已经被移送法办 而这名来自香港的男子 虽然没有借钱 却把歪脑筋用在了堵台上 自己运气不好 没有压到保 竟然三次趁核冠 已经开始派财的时候 偷偷把筹码放在了仲裁位置 来骗取财金 哪里知道这一切 早就被录影监控下来 当他再次坐船来澳门的时候 在码头就被抓获 那一些沉迷赌博变中是问题 或者是病态赌头的时候 他就会想翻本 就是追 追那个输了的钱 就会问第二楼借钱 还不到 当然就非法禁锢 当然放数肯定是犯法 但其实从另一角度来看 如果是问大洞借钱这种方法 也是不对 因为其实他已经变成病态赌头了 某程度可以这样说 是一个有问题的赌头 因为你赌到输了的时候 你竟然去借 去借的时候 你也可以这样说 你银行可能已经没了钱 又或者你这些卡已经转爆了 等等 你才可能会去借 又或者你受到诱惑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很多赌场的门口 有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人来问你 希望你跟他借钱 这些很多都是大耳窿 都进行一些非法借贷的活动 问题就是如果你去借贷的时候 那个正正就是我们在这里 要带入做那个所谓的责任博彩 就是去玩 那个问题不是那么大 但是玩到要 你因为要借贷 其实借钱你要还的嘛 你要还其实影响着你的生活的了 因为你再出粮的时候 假设你有得还 你就用你出粮的钱去还 但是问题上你家里不用吃饭吗 你还了那些钱之后 家里少了钱的了嘛 所以其实这里 就是我们要带入了所谓的责任博彩 所以一个责任博彩的时候 其实在说你每个人 你的赌博行为 不影响到你的生活 你周围的人士 就是你的家人等等 那时候 这是一个玩的行为 不是一个太大问题 正正一碰到他借钱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到 大耳窿借钱给你 肯定是高利泰 没有人就这样借钱给你钱去赌的嘛 而当你没得还的时候 你怎样呢 他一定会是用尽方法去逼你 打电话给谁 找谁 找所有你的亲戚朋友 借钱是熟回你的 所以一般的禁锢 其实就是 一直不让你走 不让你不停捉住你 打电话 打电话 或者用其他方法 是联络到那些人 能够还到钱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 病态的行为 因为你这样借法 你的生活已经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沉迷赌博 变成了病态赌徒 最后会滋生很多的犯罪 以及会滋生很多的社会问题 这个正是病态赌徒的其中一个量度 就是说 当你的行为影响他人 然后再进一步 你的行为可能成为犯罪行为 其实有一些的赌徒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病态 但是如果他 开始在那里想 我怎样还债呢 他用很多方法在那里想 他未必做 开始想 包括了他抢东西 偷东西 骗人 这些犯法的人 其实出现了这些念头 在某程度上 我们都觉得 这位朋友 可能已经是一个问题的倒途 已经不是一个普通 玩玩一下 当你的老乱闪出了 我怎样还债 死了 我想不到办法 不如我去抢 我去偷 其实 这个 已经是我们说 是一些病症 每一切都是搞尽老汁 在想 如何用这些方法 去填补债 甚至乎 所谓的快钱 刚才在片段当中 也有提到 有些诈骗人士 就是趁可官不注意的时候 将那个筹刀在重障的位置 当然可官可能有时会看不到 但你没有忘记 上面有天眼的 是的 其实 我们也不要期望可官看不到 他第一 他受过训练 对他的训练里面 当他派钱的时候 如果他不能够看到 那张桌子 而被你这样移动的话 这个可官都一样 他要再受个训练 而最大的问题 因为上面有镜 看得很清楚 而问题是 镜的特点 就是你不知道 有何时在看你 还有 他有没有 一路扯你 一路zoom你过来看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 在这方面来说 赌场的保安 可以说三百度没做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很清楚 我们知道 那些镜就很肯定 是能拍到 因为 再出了事 你说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做过 赌场其实不用跟你争择 看大 一看大 看得翻了 所以 正正就是说 看大这个 看翻了 就是说 你可以很有信心 每一个赌场 每一个角落 都能拍到 所以在赌场 千万不要因为赌输了钱 又或者有贪念 而分了头脑 因为最后 如果 令到自己不知不觉 走上犯罪的道路 休息 稍微回来 继续关注澳门万丈 关注相关的话题 这里 栖息着一切的自然 和美好 我们守护着 一个远远流长的传统 投入 体位 传承一种生活的文化 他的名字叫庄园 华发生态庄园 独特视角 直击最火辣的新闻热点 独立观点 洞察最隐秘的新闻真相 独到评说 解读最复杂的新闻关系 澳亚新闻 每晚8点 从台湾观点 带你深入了解台湾 探索大街小巷的 台湾民族风旗 掌握最火热的台湾经济动漫 敬请锁定走进台湾 回速历史瞬间 揭开尘封档案 穿越时空迷雾 探究未解之谜 澳亚卫视重磅推出 大历史一角 带您一同解密 那些鲜为人知的岁月传奇 探索澳门 包罗万象 解读诗证 直击评证 关注新鲜事 为小事发生 独到风格 开拓您的视野 争风对话 焦点事件 尽在澳门万象 出行天气 今日要闻 健康养生 点藏美味 法律百科 试听饗宴 每天早上七点钟 尽情锁定澳亚卫视 全新的清清早茶 精彩不容错过 每天中午用30分钟 带给您数里清晰的新闻资讯 无论是国际大事 台港澳动态 还是财经资讯 两年全球经济增长范园 五间报导 每天中午12点 给您一整天最需要的资讯能量 欢迎各位在港局之后继续锁定澳门难障 我是刘忠志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关注和博彩业相关的话题 这一节我们首先来听一些戒斗辅导中心的中心主任 帮我们分享第一个个案 这是一个年轻的放畅从业员 当时接受辅导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说20岁 20岁的时候他入了赌场做了一两年左右 当时他是一个女性 这个女性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赌博状况 其实他是源于他的男朋友去到 所以其实他因为这个感情的问题 其实都令到他入在赌场赌场 或者他都是从开始赌博了 之后来到的时候 其实他都有一些自杀的问题出现了 还有就会由他一开始 他是在家里住的 到他要搬出来自己去住 没有钱交租 所以被人逼迁 在这个个案里面 其实我们开始接触到 博士组员 其实他们是有 就是埋堆的状况出现 那这种埋堆是令到他们 是会 没什么地方去的时候 就要和一些同事 一起去参与那个赌博 那在这个个案里面 其实他欠的数目 其实不是很高的 就是两万元至到三万元左右而已 但是其实他都是被人介绍了去接受 就是我们称作大耳窿的一些借贷 所以其实他最担心的不是债贷 是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息越来越滚大 还有他这个大耳窿是会令到他没有了迷空 所以还有这个个案其实他家人已经和他脱离了一个 这个父女关系 令到他其实对于他自己的人生也很大的抑挤 在每个周末我们关注负责博彩的时候 看很多个案 其实很多人沉迷堵博变成问题 或者病态堵徒的这个成因其实有很多种 不过结果都是不外乎沉迷堵博了之后 所做的事是很类同的 可以这么说 因为譬如我们一直有很多人在说 因为你去堵 其中原因是因为你是想逃避某些东西 这个逃避可能你觉得家里很烦 或者你觉得你的亲戚朋友很烦 甚至乎你的感情生活很烦 全部都是一些所谓逃避 用逃避这一件事 因为你要逃避的时候 所以你要找另外一些较为刺激的东西去代替 这种的心态是很普遍的 也可以这么说 问题倒逃的出现正正就是他们选了 一个比较大的刺激就是博彩 而来代替或者取代他一些空虚 或者一些不想想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去堵 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很清楚就是越狠越深 越深的时候 我们在说最大问题的就是 因为他要用钱去堵 他越狠深的时候 他一定是不够钱 那他欠债 那债他怎样搞呢 大耳洞是 最初问他的亲戚朋友 一路借 那借到尽量的时候 他再向哪里借 大耳洞 所以但是大耳洞 一出现了 在那个博彩的过程里面 出现大耳洞 我们都可以这么说 一定是影响这位人士病态的了 可以这么说 他已经忘记了周围的东西 而是这么大冒险 借这些钱去赌 其实病态的赌徒 也有很多特征 就好像人要感冒之后 也会有很多症状 病态的赌徒 又有哪些症状 继续听听辅导中心的主任 帮我们做个分析 我们的赌徒个案里面 他经常会想着 一些赌博相关的事情 譬如我今天 入赌场 我要赢多少 之后 我去哪一间赌场 会和我们 坐过这张台的时候 我坐哪个位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 是赢过的 我就会尝试坐回那个位 是的 我跟着哪个人买 其实我会 赢的机会会高一点的 还有有些个案 就是会追 什么叫追呢 就是我心里面 其实我不甘心 我想赢回那些钱回来 因为我曾经 我赢过三百元 赢过三十万元 那为什么今次 我三千元赢不到三百元 就是好像有一个因果关系 所以就是会上追 这种情况 还有会说大话 很典型的一种个案 其实他就会说给 就是因为要 就好像这个个案 他要临班 那临班的时候 他就会说 就是和家人说 就是说我和那些同事 去吃宵夜而已 我不是去到的 其实已经是去到的 所以其实呢 我们有一些个案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 他会和家人 或者和他身边的朋友 隐瞒他的赌博行为 或者说大话 所以有一个特征 就是有些个案 其实是会偷钱 或者是用一些犯法的途径 令到他可以得到一些赌本 去继续再赌 这个个案 其实都有和另外一个个案 其实相类似的地方 另外一个个案 他就因为规控了公司 给他的一些钱 他现在就要坐监 最后其实为什么断了 那个赌博辅导 就是源于他都要坐监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赌博辅导中心 就是假设他去做坐监之后 其实我们是跟随不了的 所以就是 期望都可以 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迟些可以 发展一些监狱的 辅导的服务 令到其实现在在囚的人士 他们都可以接受 一个赌博的愈防 或者一个病态的赌博的治愿 是的 听了辅导主任帮你分析了 一些病态赌徒的特征 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 其实每一个人 如果沉迷赌博 都有可能成为 这个病态赌徒的所谓的潜质 因为其实好像追 追的迷思 即是翻本 一个是讲大话 即是和好客人讲大话 借钱 或者是怕好客人知道 他沉迷赌博 第三方面可能会犯罪 自杀 这些其实是一个 归纳起来总结的 一个很典型的症状 是 这些都是在我们讲的 辅导这些是典型的 通常在谈谈的时候 如果开始感觉都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这位朋友需要一些博彩辅导 问题就是 现在回来看看 其实你刚才的问题 讲得很精彩 就是说 每天都有这个 这个 不要说是潜质 是有这种危机的 就是说你可能会成为一个病毒 因为首先 我们一直过往 已经讲了 在澳门来说 所有的免疫 那样东西 已经基本上 不是那么存在 如果在20年前 我们说 都不是太担心 因为我们的社会压力 我们的群体压力很强 但现在来说 我们这些压力没有了 没有了的时候 我们是很 括着这个字 就是个体 这个个体 变得很自由 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 我们是很容易 而是会去玩一下 玩一下 之后一路会跌下去 所以 这个危机 是会存在的 那问题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 有一种想法 例如刚才提到的 新年 我们玩一下 输了一招 那没有理由 我又低潮 你又玩一招 那可能一路会有这个 追的感觉 但一般人来说 他仍然都是觉得 我玩一下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不是觉得只是玩一下 那么简单 就是说 没有理由我赢不到 我比他熟悉 我认识赌博的东西 我没有理由赢不到 这种想法 是最大危险的 亦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 为什么那么多的从业员 即是博取成络员 他们会成为赌徒 嗯 其实很多人昨天赌博 亦都有个意识 在脑海当中 就认为 我和其他赌徒是不同的 我有自制力 我比他们更加聪明 我是不会输钱 甚至乎 可能会通过这个手电 赚快钱 也有些个案 告诉我们 他的赌钱 是等于赚钱 那赌钱 为什么赚钱 他们会觉得 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进去赌场 赢少少 是可以的 嗯 我每天 我拿着三千元 进去赢三百元 是可以的 是 好了 我现在就问他 咦 那为什么你会打电话 给我的 没有的 然后他说 嗯 因为赢大钱是不行的 是的 如果我要赢他 可能我拿着三万元 进去赢三十万 是不行的 是的 所以呢 其实我应该就是 我下次都是拿着三千元 就进去赢三百元 就算的了 好了 然后我再问他 那你赢少数目就可以了 那你为什么不每次都赢少数目 就走 他就说 嗯 因为赌徒有个心态 那心态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我赢了三百元的时候 那我又不用得走了 那我又想赢了三百元 那就是三百元 那就是三百元赢到六百 那这样 那所以我六百 之后我又赢到那时候 那时候我又不用得走了 是的 所以我始终都不会走 是的 那我就说 那你每一次带到 那些钱 出到他的赌场 的机会有多高 然后我说 嗯 十次有一次左右 那 那这个算是赢 这个带到出去的钱 才算是赢的 这样 我再和他呈清 这个赢的概念是什么 那他才知道 哦 原来我是赌场 赢的那些 不是叫赢 是叫做想落 不是赢 是的 而我真的带到出赌场 和你真是可以给到 你自己用不到的 那些才叫做赢钱 是的 所以原来他澄清之后 原来他一开始觉得他赢的机会 是十次有八次都赢的 是的 原来澄清这个概念 他可能十次只有两次赢 原来他知道他自己 应该对赢的概念是不同的 所以听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 沉迷赌博的朋友 对赢的概念 有不同的解读 那关键你赢了 你有没有先走 因为很多时候 赢了钱 是不会离开赌场 然后输 所以中间的赢 就是上上落落 是的 这个最要清楚 像我们传统话说 我只有一句说话 你输钱 你奸因赢钱起来 因为你初初赢了钱 你有红心 你赢了钱 你才以为自己有好运 一直玩下去 一定是输的 因为赌场有的是日和时间 你只有一个人 没有其他时间 你只有一日 但是赌场有几十个人 有几十天可以这样说 所以你用时间对他来说 你是一定输的 除非如果有些人说 我可不可以说 一赢就起床 一赢就起床 理论上好像是可以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时候 赌场开 不会有赌场开 就能开门 因为每个人一赢 一赢就起床 那就没得玩 我们知道 人的贪念在这方面 不是容易控制 我们讲赞博彩 就是要你 把你的贪念 控制住 在色度里面 作为玩 不是作为 赢 各个角度去想 很多沉迷多报的朋友 跟我们说 其实他之前想着 赢钱就走 但当他真的赢钱的时候 他发觉他是 起不了身 走不了 因为他不想走 正正就是 多谢 多谢首老师 多谢各位收睇 今天的澳门万象 明天同样的时间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就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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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